肥水之战和他的三个成语 头边断流草木结兵风神合力 无人不知晓啊 但是这场仗的过程呢 教科书写得很简略 你想前秦百万大军这么大的优势 怎么就以多付少输到载入史册了呢 今天就把这场仗前后里外讲清楚 肥水之战在五湖石楼梗的后期 前秦皇帝福建不但统一了北方 而且还占据了益州大西南 地图上就只剩下在江南的东晋 公元383年 福建兴兵百万难争动尽 想一举统一天下 但是这场仗啊 前秦内部几乎人人反对 按国力明明优势在我呀 为什么不能打呢 咱们打一会儿就知道了 首先很多人质疑一点 真有那么多人吗 进攻方前秦的兵力有三个数字 87万97万112万 都算有根据 其实也差不多百万上下 所以啊有些人不相信 不可能这么多人 这就是诈程 理由是古代的后勤运输能力支撑不了 这种怀疑呢 我四个字就可以博导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而且当年还不是举半国之力 打着一场战役 淮海和平津是同时打的 西边也有军事动作 现代战争的消耗又比古代大很多 当时的粮食亩产量还不如古代 淮海可以打 古代也可以 百万大军持久战当然不行 一年半载还是可以维持的 另外淮秦这百万大军也是各有来处 本来就是乱世 每个政权都维持最大兵力 肥水之战前十几年 淮秦吞并了三个大政权 自己损失很小 俘虏很多 那他的兵当然多 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淮秦福建在整个北方十丁抽一抽出来的 就是十个成年男子抽一个 这个比例在当时简直是低到令人发指 五抽三三抽二的都有 当年的兵力调动也是盛况空前 呼呼啦啦满地走 肥水都开打了 从西北梁州出发的部队还没出关中呢 所以我刚才一直说 淮秦福建动员的部队确实有百万 但是到前线的没这么多 那有幸参与肥水惨败的多少人呢 前逢二十五万肯定都搭这了 这支部队的主帅是福建的弟弟芙蓉 一开始打得十分顺利 攻下了寿阳也就是寿淳 肥水是条河 淮河的支柳 就在寿阳城北 两军对峙期间 前期应该也陆续来了一些增援 因为时间比较短 也不会很多 加起来三十万上下 那防守方东进呢 史书有记载的整数八万 再加上少量的援军顶多十万 那按说东进也有三分之一碧江山呢 这兵力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这会儿的东进呢 还得分成两部分 环冲在荆州是半割据状态 他的兵力不少于十万 前秦南征 荆州也是一出战场 只是还没怎么大打 肥水就已经完事了 刨除荆州 江东是东进朝廷可以控制的 当时皇上岁数还小 主持朝政的是谢安 就是肥水之战后 一脚踹断门框的那个 谢安行政水平很不错 人缘也好 东进这些年一反常态 内斗只是一般激烈 再加上前行大军来了 东进也很慌 日常慌 赶紧团结抵抗吧 派出八万人去旧寿春 主要将领是谢安的侄子谢玄 按东进的秉性 不可能把所有兵里都派到江北 留在长江以南的肯定更多 没想到这八万人就解决问题了 在最后的肥水局战前 还有一个前哨战 东进派了五千的仙头部队 持援受揚 结果到这一看 已经被前勤攻下了 只能退守霞石山 前勤把他们包围了 那八万的主力援军呢 离受揚几十里 不敢往前走了 因为前勤有一支五万的部队 沿落剑不防 这也是怀河的一条小支流 就是要阻挡东进的援军 在东进这 见死不就很常见呢 只是那被围的五千禁军 非常的不懂事 还写信求援 现在贼兵势大 我粮草已尽 向我靠拢 结果这求救信 还被前勤解惑了 芙蓉一看很高兴 派人告诉福建 贼少 好捉 速来 福建带八千清齐兵 到寿阳跟大局会合 按常规发展 东进坐等五千孤军一脉 就该难撤了 想不到站出了一位猛将 和一群猛士 这就是刘劳之和他的北辅军 北辅军是从北方流亡民众 组织出来的 这些人一直是长江一倍 淮河流域 保卫东进的最重要力量 北辅军也是东进 最强的一支部队 后来的南朝 就是这群人开创的 那在这会儿啊 刘劳之摔五千北辅军 强动洛建 随即对五万前勤军 发动猛攻 大获全胜 斩将十元 前勤军溃败 被杀死淹死的一万五千 五千打五万 还是渡河攻击 你想这是什么战斗力 这就是洛建之战 这场战让两边的心态变化了 东进士气大阵 趁势水路并进 跟前勤军 隔肥水对峙 福建这边呢 他站在寿阳城上 看肥水对岸的八宫山 把山上的草木 都当做禁军 扭头跟芙蓉说 这也是劲敌呀 你怎么说贼勺好捉呢 这就是草木皆兵 整个前勤军的气势 也没有那么旺盛了 再按常规发展 两边号称几个月 前勤兵多 梁草跟不上 就该退了 结果呢 这回是福建这边 站出一位猛人 东进想将朱旭 这朱旭几天前 在襄阳守得十分应用 因为身边出了内鬼 才被前勤俘获 福建对他十分欣赏 你欣赏也行 给个大官得了呗 这次居然还带到前线上 而且还派他做使臣 到东进军中劝降 你明知朱旭是个忠臣 为啥还派他呢 也就是因为是忠臣吧 看到没 我这仁德怎么样 朱旭这样的都降了 福建派朱旭劝降这事儿 是在洛建之战前还是战后 资质同建和禁书上有出路 不过结果都一样 朱旭到了东进这儿 把前勤的情况详细泄露 尤其是福建亲自来了 那这本来是绝密啊 福建到寿阳下过死命令 我来这事儿 谁说出去 栗战 朱旭也说 福建只是带来小谷部队 要是主力都来了 那就没法打了 现在是击败他的好时机 东进这边听了 定下计策 谢玄派人给芙蓉 送了一封求战信 注意啊 这信是给芙蓉的 不是给福建的 福建来了还是绝密吗 给福建就等于把朱旭卖了 信的内容很多人都知道 你们大军过来了 是想打还是不想打呀 想打你守着肥水 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你们可以退一退 腾出点地方 我们过河让你打 前勤这边将领都不同意 打啥打 把米吃完回家得了 福建觉得这是个机会 先退一下 等你半渡 我饥之 芙蓉也同意 这事儿啊 芙蓉没什么居士经验 也就罢了 福建的表现就是大吃水准了 啊 半渡机智 你想的是挺美 东进会那么傻吗 他本来就是防守方 可以不打 兵力又少 也不应该打 尤其再怎么着 也不会半渡让你打呀 就算你看不出 人家是想干点啥 至少也该看得出 人家是想干点啥 其实这会儿啊 福建是压力过大 心态浮躁了 否则也不至于草木皆兵嘛 你想他南征东进 多少人反对 力排中意 强行打 结果到这一看 这也是劲敌呀 要打不下来 无良自退 连往哪搁呀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绩 失去应有的理智了 后面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前秦军一退 朱旭就在后面大喊 秦军败了 秦军败了 几十万人一片大乱 东进趁势渡河攻击 这面儿福荣还想恢复秩序 在乱军之中奔走指挥 结果马倒了 自己也被禁军所杀 那前秦军的大溃败就不可救药了 互相践踏踩踩死的 比被禁军杀死的都多 溃逃的部队一路听到风声喝叫 都以为是禁军追过来了 赶紧跑路 这就是风声合力 这时候已经是农历十一月了 前秦军大疲饿死冻死 总损失十之七八 肥水之战 前秦几十万人 为什么会不战自乱呢 这几十年已经研究的很多了 最重要的就是人太多 你不是韩信 点兵就做不到多多益善 二三十万人 在一块并不大的战场上 根本排不开 前后的距离巨远 就算有手机都很难指挥明白 前队一往后退 后面也不知道这是计划内 还是打败了 恐慌情绪一传染 人人只顾逃命 漫山遍野 谁来都拦不住 都别说这种大崩溃的局面 就连拿破仑 在有些打赢的战役里 事后一总结 发现很多部队 他从始至终都没指挥到 操作不过来了 所以后来他发明了参谋部制度 用团队管理帮主帅指挥 在这之前 但凡打几十万上百万 那就不是来正经打仗的 就是得瑟 而且福建这几十万大军 成分还非常复杂 不说乌合之众吧 至少也是衬辞不起 各个民族的都有 以前还在不同的政权 互相是不熟悉不信任 更不用说 还有十丁抽一抽出来的 就算那些精锐老兵 也连续打了很多年的仗 疲惫士气低落 从士兵到将领 对福建的这次难争 又都是反对 没什么决心和斗志 碰上紧急情况 没人站出来力挽狂澜 不过这些年 也有另一种观点 说朱旭在肥水之战里 没起到什么作用 原本历史上朱旭是大功臣嘛 喊秦军败了 现在有人说 那朱旭只是战后吹牛 秦军是自己乱的 这就是为了让前面那些 研究成果更重要嘛 要单说吹牛 那有可能 但问题是 如果战前 没制定好这个计划 东晋怎么会向前秦求战呢 你事后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 解释前秦不战自乱 就算没朱旭也确实有可能乱 但那就完全是不可预期的 更不是什么大概率事件 人家要是不乱呢 把地方腾出来了 你过来呀 那咋办 还能真半度让人机智吗 我不过去 逗你玩 那这就是儿戏了 所以就算不能确定 朱旭对大溃败起了多大作用 他们也必定制定了这个计划 这是东晋约战的前提 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呢 看飞水之战 都觉得是东晋抵抗诸乱侵略 熟悉这段历史的呢 很多都为前秦感到遗憾 公平地说呀 福建这个时候已经拿了大半个天下 有梦想成就大统 打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好好打呀 咱们看前后两场 从北到南的统一战争 西进灭无随灭南陈 进攻方的优势都比你前秦更大 而且江南这防守方呢 又赶上昏军暴军 上下离心离德 肯定比东晋好打得多 就这么着 西进和隋 他们的准备工作都非常完美 像灭东武 作用最大的是王骏的水师 王骏楼船下一周 金灵王旗黯然收吧 另外几支陆军也积极配合作战 帮他扫除障碍 让王骏从一周四川出发 顺江东下打进剑叶 这支水军在益州已经练了七年了 福建他也是派姚长领益州的水军 要复制王骏 那他的水军练了多久呢 一年前才开始造船 这兔还没兔习惯吧 怎么打仗 这支水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那没有水军南征不是开玩笑吗 就算你肥水不输 等大军凑齐了 东晋了不起就退到长江那头 你跟到长江边又能怎么样呢 就地造船嘛 水战的复杂性是远超陆战的 南朝后来有一场水战 史书上记得非常详细 怎么利用风向水流 放炎放火各种套路 你要没经验不会打 就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 生生被人玩死 根本不是靠兵多勇猛就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福建这场战争 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到长江边溜达一圈 好几个月后勤跟不上了 还是要退走 这么明显的问题 之前也有好几个人跟福建提过呀 结果福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头边断流 这就是多算多胜 少算少胜 不算不胜 这场战争福建根本就没有好好算 所以也根本没有胜算